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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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年轻的迷惘中 我最后才看清楚 美丽和悲伤的故事 原来都留不住 在年轻的迷惘中 我最后才看清楚 美丽和悲伤的故事 原来都留不住 青春的家伙 他从来不停止 每一个故事的结束 就是每一个故事的开始 美好的开始 美好的开始 和最后常常识 如这么美好的结束 他在年轻的迷惑中 有些歌真的是一放出来 就会马上带着我们回到了某一个曾经青春的往昔 像黄英英的这首歌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那在我们的节目一刚开始的时候呢 想要送您电影票了 其实这部电影啊 以前也曾经是我的青春回忆 只不过现在又重新翻拍了 你是否也曾经看过 或者是听过电影叫《恶魔岛》呢 我们今天要送的就是《恶魔岛》这一部重新翻拍的电影的电影票了 史上呢 在恶名昭彰的《恶魔岛监狱》 在执行期间曾经有36个人试图逃亡 但是成功的案例啊 只有一次 那这个逃狱的故事啊 也常常被翻拍 最新的《恶魔岛》电影是由好莱坞在翻拍的 由英国男星查理汉娜主演 新版的《恶魔岛》回溯到真人主角亨利查瑞尔的原著小说 再加上亨利入狱以前以及逃狱之后的回忆录的资料 所以比起旧作呢 是更有生命力的 应该也更加的丰富啊 同时应该也很感人 那我们要送给五位听众朋友 电影的放映时间是在9月18号礼拜二的晚上7点半 在天母的华威影城 那每位朋友呢 可以拥有两张电影票 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0283693398 0283693398 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咯 同时呢 你有没有发现啊 这几天的这种天气啊 真的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 就是那种很典型的秋老虎 可是这个秋老虎啊 常常伴随着一个隐忧 就是你抬起头来看到蓝天白云觉得 哇 好漂亮好晴朗的天气哦 可是这么样子的蓝天白云呢 其实也预照着将有台风发生哦 那从上一个礼拜吧 我记得上个周末开始 大家就已经在说 哎 听说接下来会来一个非常强烈的台风哦 而且这个台风可能会是我们今年所遇到的最猛烈的台风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大家呢 也都非常密切的注意 关心这个台风的动向 因为像我们小学堂周末时间都要上课嘛 尤其是这个礼拜我们十个班都要开课了 所以大家都很紧张 严正以待啊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先看看台风在哪里 超级关心 都还没有来得及跟父母亲问好 就先看一下台风到底有没有很接近哦 那现在跟大家来说明一下这个台风的最新状态啊 这个强烈台风 它目前还是强烈台风啊 山竹 那它的名字叫山竹 持续接近台湾哦 中央气象局昨晚观测 山竹台风的暴风圈扩大到300公里 虽然呢 路径是持续的往南偏移 对于台湾的陆地威胁比较减轻 但是气象局也提醒啊 暴风圈将从台湾的近海掠过 若稍往北偏或者是暴风圈扩大的话 人不排除会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哦 气象局的预报员关心平表示 山竹影响最明显的期间是在明天啊 一整天 明天礼拜六哦 一整天啊 花冬啊 恒春半岛 还有南部的山区都会有明显的风雨 甚至于达到豪雨或者是大豪雨的程度 一听到豪雨或大豪雨真的让人有一种颓软的感觉啊 尤其是南部的朋友真的是辛苦了 那北部呢 应该也是会飘雨的哦 那反而是台南以北的地区啊 会有焚风出现 也就是哇 瞬间温度会飙升的很高哦 一直到礼拜天 山竹江逐渐远离 而各地的雨势呢 也才会趋缓 另外啊 从今天开始 各地的海域都有长浪 沿海强震风将达到十级以上啊 那关心平表示说 今天啊 各地受到沉降影响 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 但入夜之后呢 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东半部恒春半岛也将有间歇性的雨势 气象局的预报员 吴亦凡提醒山竹江影响 旅宋岛天气啊 礼拜天到下礼拜一则会铺往香港 澳门以及海南岛一带 所以民众呢 也需要留意一下航班的讯息 受到台风的影响啊 环保署表示 台风来临前天气是比较稳定的 对流比较少 尤其是中部以南垂直扩散条件差 导致空气品质不佳 那环保署的尖资处长张顺青 表示啊 昨天呢 竹苗台南高雄等地的空气品质都不佳 将会持续到今天 甚至于会持续到明天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山竹台风的一个 最新的气象状况的预报 这个周末啊 可能北部地区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也许中南部地区的雨也会比较多 那风呢 海上的风来会比较大 所以要请大家呢 多加的留意了 最近这几天呢 我都特别忙 因为包括我自己啊 我的父母亲啊 甚至于家里的猫咪啊 都在跑医院 大概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吧 我带着猫咪就跑了五趟医院 那当然陪着爸爸妈妈跑医院 加上自己跑医院十几趟 所以就突然觉得 哇 这两个礼拜加起来 各式各样的医院跟回诊的状况 就已经有将近二十趟 所以怎能不忙呢 再加上像今天早上啊 我除了阅读 等一下跟大家介绍这本书之外 陪妈妈吃早餐 帮妈妈换衣服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帮爸爸妈妈配药 通常我是两个礼拜啊 帮父母亲配一次药 配出来的药啊 留下来的那些药带 或者是装药的那个锡箔纸的包装 堆在桌上也像一个小山丘一样 然后我就在想说 将来啊 这恐怕也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什么行业呢 就是到老人 或是独居老人家里面去帮他们配药 并且跟他们聊聊天 解释一下他们的生活状况 因为我发现今天妈妈说 我来帮你吧 我觉得也好啊 一直让妈妈闲在那里 没事做 应该也是一种退化吧 所以我就跟妈妈说 那不如你就帮我 把药啊 从这个铝箔包装里头 把它拨出来就好了 我们都知道很多药就是这样 有时候两面都是铝箔包装 一面是透明的 一面是铝箔 对不对 然后就把它从那个里面 一颗一颗拨出来这样子 嗯 我一直都以为它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啊 以前大概差不多半年多 甚至一年以前 我妈妈也帮我做过这个事情 那时候都不觉得很困难 可是今天她几乎完全不知道如何拨药 当然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她有一些失智的状况 另外一个部分可能是 是不是肌肉的协调力 就是她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去运用她自己的手指的力气啊 所以连拨开药这件事对她讲的都非常的困难 遑论其他哦 而且我觉得拨药绝对不是在配药的过程里最困难的 最困难的是你要很清楚的记得 这位老人家总共要吃多少的药 而且早晨要吃多少 中午要吃多少 晚上要吃多少 睡前要吃多少 可能都不一样耶 这你全部要记得 虽然说我还没到六十岁 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觉得有一点点吃力的感觉了 比起三年前在配药的时候还可以左右逢源 还可以一边跟朋友聊天 现在是已经几乎是完全做不到 要非常专注 也担心自己做不好 但人都是会老的 那么当我们的年纪慢慢大了以后 是否做好了老去的准备呢 我们先来听到这一首歌 沈良静如所演唱的《如果有一天》 作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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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也只能欣赏 唯一的合照一张 但忘了的是哪个街角 想念的是当时的微笑 生活中叫做失望 越想念就越孤单 若再被寂寞迎头感伤 多感伤 原来只是珍强 你是不是也在品尝 一个人的咖啡和甜果 是不是也忽然察觉到 如果有一天 多出时间一看 天色的变化 如果有一天 我们再见面 时间会不会到退点 也许我们都忽略 互相伤害之外的感觉 不过那一天 我们都发现 好聚好散 不过是终着眼 今天在我们第一个小时的 幸福号列车 邀请到的是 泰雅出版社总编辑 也是首领优雅学院的总监 张芳玲 我的老朋友 哈喽 芳玲好 曼娟好 各位幸福号列车的听众朋友 大家午安 是 当我看到优雅 又看到首领 可以结合在一起 我就觉得其实 已经是人生很难达到的 一个目标 是 因为我们真的看到 很多人明明已经首领了 但是还是非常的幼稚 然后非常的计较 是哪里来的 不开心 哪里来的感想 就常常都有这种感觉 所以当我看到 首领优雅学院 我就觉得 这只是看起来好像容易 其实要做到也是不太容易的 嗯哼 对不对 是 呃这个 这个优雅 我想很多人听了就很 很有这样一个憧憬 就是越活越优雅 嗯 那应该就是很多 应该说越来 心里越来越开心 浓郁满足 对 那人际关系越来越 圆融 圆融 对 然后呢每天过的生活 尽可能都是自己所爱做的事情 嗯 不太怎么受到这个社会的眼光啦 或者家庭责任的影响 对 所以其实老后的这个画面 其实应该是优雅的 嗯 但我想有一些时候是我们的心情 一个牵绊 使我们不优雅 不见得是我们的环境多么的困难 比如说浓郁不安 浓郁害怕 呃 或者是人际关系上确实存在着呃 有有困扰 嗯 这是事实 对 存在环境当中的话 人就很难优雅 这如果你家庭不合 或是你的人际关系 每天面对人际关系是呃 比较有张力的话 嗯 要优雅不容易哦 所以我才说不容易啊 对 所以想到这边其实中年单身没什么不好 哈哈哈哈 可能某一部分的牵绊或烦恼是可以没有的 是 但是纵使是中年单身也都还有父母嘛 对啊 就对不对 嗯 嗯 我们也有父母的呃责任 是 也有我们的关系随着他们的老 呃我们的亲子关系也在跟着变 对 所以今天呢 呃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叫做送走父母 啊这本书呢 就是方林他们泰雅出版社所出版的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送走父母这本书 他的作者是日本人 我觉得其实我们常常看到一些 是 谈到年龄的哈 谈到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的 是 这种很诚实的 剖白这种心理状态的 好像日本人走在我们前面对不对 是 这个跟他们那个高龄社会 比我们早21年有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今年才进入高龄社会就是 百分之十四的65岁以上人口 可是他们21年前就进入了 所以你可以看他们的文化 他们对于面对老 嗯 以及对于那个中年人怎么跟他的父母相处 或者怎么去面对父母的生老病死 这样的议题是比我们有经验就对了 早很久高龄化社会的议题 他们思考很多 现在已经变成他们一个高龄社会的一个 一个哲学 不管是亲子之间相处 或者是高龄者对于照顾自己的那种 独立自主性 这这个是已经都形成了 那我们现在是在开始 对没错 这作者是井上李金子 他这本书读起来很容易读 因为你觉得好像在看一个故事或者是小说 可是其实我想这个里面的发生的事件 都是真实的 就是这位作者送走了他的 突然之间发病 然后去世的母亲 接着又要去面对失智了的父亲 然后决定把父亲送去养老院 然而送进养老院的时候 当然父亲有很强烈的情绪上面的反弹 但是没有过多久父亲又过世了 是 我想这恐怕不是他能够想象到的 尤其是父亲的部分 是 母亲也很难想象 是 他里面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他的父母会离开他 那这个事件发生在井上李金子52岁的时候 那他的母亲 他的父亲是 其实那个时候他父亲是84岁 他父亲有轻微失智是80岁以后 那他的母亲是79岁 我们听起来是高年 但是其实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的母亲很健康 而且很活药 他戴耳环去打高尔夫 自己开车 感觉是一个很熟灵优雅的代表 对对 然后他还要照顾他爸爸留下来那个牙科 牙科诊所 他爸爸因为失智不做 他们就叫别的医生做 他妈妈还是掌柜 所以他说那因为爸爸虽然有轻微失智 可他想说妈妈在没有问题 所以最让他措手不及是他妈妈因为被那个油烫伤 被送到医院之后发展在五天之内很戏剧性的变化 居然他就失去他的母亲 那所以这个他52岁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就讲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两位会离开我 是 很妙欸 虽然自己都已经52岁了 而且也已经为人母 而且孩子也都已经成年了 可是在某一种心态上面 好像只要父母亲还在 那个我是一个小孩 我是一个孩子 这种心态就永远没有消失 对不对 是他也他也提到就是 他包括父亲的那一段 其实是因为他的 他一直忙他的工作 他是一个特约的转述人员 那他里面等到他妈妈过世 他有很多的想回想 就是说原来等到他换他去 他跟他的儿女啦 表弟表妹啊 大嫂一起轮流在照顾他那个十字的爸爸的时候 嗯 他才想哇 那过去那两年 妈妈一个人 妈妈一个人是怎么 对啊 我们这样五六个人人养马翻 而且都还有日照中心 已经负责了一天六小时 然后那时候他很惊讶说 原来这两年妈妈的日子是非常不容易的 嗯 那然后接着就是他 开始替他的爸爸要找这个安养院 因为因为他认为所有人是没有办法继续这样轮班下去 那于是呃 这段历程他走安养院还有把爸爸送去 可是又不敢明讲 所以送去真的要放下他在那边的时候 那个场面爸爸那个 那个抗拒 一直骂他 然后责备他 太过分了 对一父就是突然不失智了 对对 所以好清楚 让这个女儿非常的心碎 他这个女儿是哭着离开的 所以我觉得在看的那个过程就是 嗯 我们或许有人有这样的经验 妈妈是在 父母或母亲是在无预警的状况之下 可能一个礼拜到一个月 你就失去他 那父亲也可能在一个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你你把他送到安养院 特别日本的状况是他们没有引进外用 嗯对 所以那个他们要请一个人到家里来照顾 这个好像非常高 是因为没有外用这样的资源 对 那他们安养机构又非常的多 而且各种形式你可以选 那书里面有写这个历程 他还选了五六家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 或许我们也有这样一个经验 就是我们无法24小时照顾 嗯 那那种内心的挣扎 他在里面写的很清楚 纵使他的大嫂跟他是并肩共战 但是你知道一个是空服员 嗯 那一个 大嫂是空服员 空服员的训练训练官 已经是主管 他自己 他的大嫂是轮班制的 嗯 然后他自己其实是接案型的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挣扎 跟我们现在的社会 其实那个心境 他每段写的心境 我们我相信很多的中年人 在承担照顾当中是可以体会的 对 以前我们常常会在戏剧小说里面 看到父母亲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只能够离开儿女 或者是说啊 抛弃儿女 那种心情的痛苦 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 儿女其实离开父母那一刻 那种要抛弃父母的感觉 也是追星之痛 当我迷路的时候 你为我隐录 当我懦弱的时候 你为我足足 你为我隐录的感觉 冬天里 有你的温度 冬天里 暖暖的 美好过渡 没有感觉 有些人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感谢 能érien 多有事 我 그래 你说的话 方琳就来跟我们分享 这是一位日本作家 锦上李金子所写的 送走父母 那方琳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其实得到蛮大的疗愈 所以我觉得 虽然看起来事情一发生的时候 这个作者是很惊慌的 可是在母亲要离开的那一刻 在医院里面临终的时候 有年纪大一点的 年纪更小的 就一堆的亲人 聚集在一起 椅子拉开来 围着那个床边坐下的时候 作者说 数一数大概有十几个人 那时候我就在想 哇 这也算是一种 非常好的临终的状态 就是这么多 关心他的人在他的身边 然后大家轮流 流着泪在他的耳边 轻悄悄的跟他说话 表达感谢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圆满的状态 可能很多人也遇不到这样的状况 对不对 是 而且让人惊讶的是 他唯一的一个手足是他哥哥 已经二十年在美国 那因为快拿到绿卡 居然在他妈妈意识 已经失去意识的情况之下 说他不能回来 因为他就快要拿到绿卡 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 它是个真实的故事 被写成小说 他当然是不能接受 可是他也只能一路的 一直忙下去他妈妈的事情 还有照顾爸爸的事情 那现在讲到 到底有多少人陪着 这个李金子去度过 包括他妈妈 一个礼拜内那个住院 突然一个很特立的 一个血栓的问题 让他的妈妈就 就失去了生命的迹象 有谁呢 就是他的嫂子 其实他的嫂子跟哥哥 已经也是二十年分开 两地生活 但是这个嫂子 还反而比较像家人 然后这个嫂子呢 是干练了一个职场的女性 那跟他一起度过了所有 包括后面处理这个后事 然后读起来就觉得说 他好像自己的姐妹 这好像是一对姐妹 在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再过来是那个 他自己的 在找工作的女儿啦 在考试的儿子啦 然后他爸爸妈妈 以前曾经抚养过 那个一个过世的 舅舅的小孩 就是他的表弟表妹 这时候都出现了 那令人惊讶的就是 他的前夫也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部分 真的蛮惊讶的 对 他的前夫也会 也是在重要的时候 也是出现 甚至送走妈妈之后 大家有二十几天 都在那边 轮班照顾的时候 那个前夫也算在 人手里面了 对 那这个是 这个是我刚才 那个曼君说 他这样一个只有兄妹两人 哥哥还在美国 为了绿卡不回来 可是真的在那个 那个生死 离别的时候 还有这么多 还有一个舅舅 也出现 还有一个小舅舅 对 是 这样说来 其实没有人 真的是很孤单的 纵使你看李金子这样 看了整个小说 其实都 都有人陪着他 特别是那个嫂嫂 对 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 让我一直在思考 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以及一些身边朋友的身上 这种跟照顾老年人 有关的事说 我发现 好像女性 还是比较具有一定程度的 负责任的那一种 责任感 或者是更有同理心 去同理老人家的状况 以及失去他们的时候 那种痛苦 比方说 作者有写到 当他跟他的孩子说 还有一儿一女 跟他的孩子说 比方说外公怎么样 外婆怎么样 他说 他的女儿叫金子 我记得 他说金子 总是立刻就答应说 好在哪里 我马上到 是 他的女儿 对 我就在想说 他的女儿很有智慧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像那个嫂嫂也是一样 嫂嫂就一直住在 距离他的爸爸妈妈 很近的地方 距离公公婆婆 很近的地方 所以如果有发生什么事情 他也是那种 就是准备好 要随时出现的女性 虽然他可能跟丈夫的关系 是不是有点冷淡 我觉得 因为他们两个 已经分离那么远 那么久的时间 可是他好像也并不觉得说 这个不是他的事 他还是承担下来 对 所以我又觉得 好像真的女性朋友 真的是非常的 在这件事情上 我就表现得非常的解触 但当然也非常辛苦了 是 而看这本小说 你会觉得很贴近 我们台湾人的文化 包括这个女性 常常常是一个照护 或者是处理爸妈的这个大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也是比较奔波 比较辛苦 比较需要亲手来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台湾的文化确实也是这样子 当然我身边也是有孝子 也有非常尽责的男性 也很愿意亲手服事 但是我们以看比例来说 我们身边还是比较多的女性 是整家人就他一个人单起来 他通常是女儿 那还有很挂心 很忧虑 甚至有人会为了父亲母亲的情况 自己还会得忧郁症 对 就是是很 那个是女性这方面是很细腻 而且很相当有承担 那因为这个真实的故事里面 那个哥哥就是在美国等着拿绿卡 那他们常常私讯私讯 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 那个那个李金子 他心中有时候那个愤怒 他在里面就是写的非常的坦白 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小说 他就说因为他们家的事情 送走父母只发生在四个月 所以他觉得那整个过程 他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 做什么对的决定 等到连父亲都走了之后 回头看很多的懊悔 那他他为什么要写出来 就是曼娟老师说的 你就看完这个小说 你好好想一想 你父母还在的话 你好好想一想 怎么样可以没有这样遗憾的心情 他是不得已 以至于他是马不停蹄的送走的母亲 都还没有完全恢复了 现在换父亲了 所以这里面很多的过程 都是措手不及的情况之下 很有张力的 所以我想怎么样不后悔 就是因为他写出了他整个过程 是他没有办法不后悔 他有很多的过程当中 他有他自己的不得已 有他在财务上的限制 有他在人力上面的不足 所以大家都全部都写出来 把他的心情把旁边的人这些反应 有温馨的 有让他愤怒的 那他都把它呈现出来 然后也分享到他自己的 自己怎么走过来 以及他事后 他怎么去回想这些事情 还有我想这个小说 是可以在这方面 可以给读者蛮多的安慰跟帮助 所以我有时候会跟一些朋友聊天 他们就会说 你们家也是两位老人 我们家也是 那你爸爸妈妈状况怎么样 我爸爸身体比较不好 可能有点失智啊 不过还好我妈妈很健康 所以我妈妈在照顾我爸爸 他每当我听到这样的话 我就会忍不住想要叮咛一下说 虽然如此 但是你也要常常打个电话 问一下状况这样子 好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歌 这是真心所演唱的 道别的恋戏 因为风是轻的 雨是细的 还是蓝的 都是我喜欢的颜色 因为梦是美的 爱是好的 恨是不对的 我也就不能免肃的 耐不住寂寞 在一个看得着海的房间 许下一个听得见的心愿 我会翻过那座山 再穿过那片海 找到 住在遥远的夜空下和月亮做个邻居 每当到了下雨 海风会吹来你的消息 也许能安慰明天就要分开的心情 我会翻过那座山 也许能安慰明天就要分开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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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搭乘的是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 是泰雅出版社总编辑 首领优雅学院的总监张芳玲 芳玲为我们介绍的这一本书 就是由泰雅所出版的 就是日本作家锦上李金子 所写的《送走父母》 这也是他人生五十几岁以后的真实经验 我想他在写下来的过程之中 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很困难的时刻 特别是要面对自己内心的那种痛苦 这个痛苦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 可能还是懊悔这一类的 我想要先跟方林谈一件事 就是说刚才我们有讲到 这个作者李金子 他的母亲是自己独立在照顾 有一点失智的父亲 而且不愿意让孩子知道 怕会牵连了他的小孩 但是他在自己独立照顾的过程中 他把自己都打扮得 打理得很好 所以他们的晚辈看到他都觉得 妈妈都是很漂亮 还可以打高尔夫 还可以去下午茶 好像感觉很优雅 可是等到妈妈过世以后 从爸爸的言谈之中 才流露出一些蛛丝马迹 妈妈其实是在濒临崩溃或已崩溃的状态下 在独立照顾爸爸 对不对 是 其实李金子他回想 他就说 确实妈妈有抱怨过说 你爸爸这个裤子都穿反 扣子也没办法扣好 他就说这有什么呢 他心里总是想这有什么嘛 那干嘛那么那个 那他妈妈的抱怨 他觉得就只是抱怨嘛 那他没有太引以为意 是他妈妈走了以后 他自己在照顾他爸爸的时候 有一天他爸爸讲说 我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了 我好高兴 然后他很纳闷 他爸在说什么 他爸爸就学 有一个人拿了一个刀 抵住他的肚子的样子 然后呢 他不敢相信 他在学的是他的妈妈 他才那个时候 惊觉到说 原来他妈妈自己 跟照顾这个 轻度失智的爸爸 也已经那时候 已经两三年了 原来妈妈 其实是照顾不来了 而且这个 已经有这个情绪失控的 这样的一个记录过了 这样子 所以刚刚曼娟讲的没有错 这个也是等到 妈妈过世以后 他自己照顾 慢慢去发现的 这个已经过世的妈妈的一些 可能生前的一些生活的状况 不如他自己以为的 这位妈妈是这么可以打理一切的 所以他又觉得 那时候妈妈那些抱怨 其实是求助 对 所以我也真的很想 就刚刚前面一段 就提醒朋友们 假设是你的母亲 在独立照顾父亲 或父亲独立照顾母亲 又或者是你的某一个 手足亲人 在独立照顾 这个被照顾者的时候 请记得一定要给他很多很多的支持 是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听到那个 没有在照顾 但其实也应该照顾的人 会对那个累得要命 形容哭搞 面色憔悴的人说 你不是每天都在照顾吗 你看照顾成什么样子 还感冒 之类的 就指责对方没有照顾好 借以平息自己内心的愧疚 我觉得是最要不得的 是 还有说所谓的要不得当中 我觉得也有一点 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听众当中 有些是为人父母 你已经七八十岁 假设你有一个孝女 是一个最常陪伴你 或者是你先 你有一些 已经有一些行动不方便 你有个孝女呢 很爱你 很愿意承担陪你看病 又督促你很多 那要很重要的就是 这本小说里面 是很明显的重男轻女 那我觉得是可以提醒 我们的听众就是说 可能呢 你嘴巴也常常就是 在念着你儿子的好啦 这个左一句 右一句都是儿子 但是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女儿呢 其实很需要你告诉她 她哪里做得好 你知道她为你做了什么 一定要记得谢谢她 因为这个小说里面呢 就像曼娟老师 在节目之前 她跟我说 这个狮子的爸爸 很厉害 居然还可以一直提到 她的儿子 对 所以这个 儿子都不回来 然后她已经 搞不太清楚 这个照顾她的女儿 到底是大嫂 还是女儿 还是媳妇 还是照护员 可是居然还都可以记得 儿子的那些点点滴滴 对 儿子的辉煌的过去 其实台湾有很多 照护主折者的 那个妇女 其实之后都要聊伤 聊很久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有七八十岁 真的我觉得你可以做的一件 未来绝对是积德的事情 就是对那个照顾你的 的女儿 无论如何 就是一定是要 就是看见 那你怎么样让她知道 你看见 你嘴巴要说出来 说你帮我做了什么 我那个谢谢你 你做的这个很好 我觉得很喜欢 我很高兴 这样子 我之前在跟几个朋友聊天 都女性朋友嘛 大家就常常讲到这个话题 就说好奇怪 我每天就是去看我爸妈 每天给他买东西 然后每个月都固定 有孝亲的那个费用 给爸爸妈妈 可是呢 他们好像都很习以为常 反而是我那个 很少出现的大哥 或我那个很少出现的姐姐 可能一记 一记 才回来一次 我爸爸就立刻跟他合照 然后就立刻发到脸书 说好开心我大儿子 今天回来看我 好孝顺 送给我一串葡萄 我朋友就快疯了 说拜托 我每个礼拜都要送 好几次水果 从来都不提 我说好 为了这件事 我决定要写一篇文章 叫做儿女远来乡 我说有一句话 叫亲戚远来乡 我觉得对很多父母来说 真的是儿女远来乡 很讽刺 对很讽刺 所以我不知道 这是可改变的吗 如果今天有一个 七八十岁的 长辈 他就是说 听了我们这样谈之后 我不晓得说 就是说长辈 是不是有改变自己的 这样一个能力 还是说这样的文化 就是好像刻印在 我们的传统的里面 是会重男轻女的父母 就是会重男轻女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 这样的著作也好 我们今天这样的节目 我想无非都是希望 可以提出来 我们可以想一想 想一想自己 在自己的角色 自己的年龄上面 你怎么样再去反映 比如说父母 怎么去开始修正 他的反应 给他的儿子或女儿 那这个女儿 又怎么去修正 这个小说 也可以让我们知道 那个女儿呢 在送走母亲 父亲之后 是满心的怀念 他妈妈 那个还没有 把管之前的那两天 他每次去 就不断的想起 小时候 他能够想起来的 每一件感谢 他妈妈的事情 就一个一个的说 我高中毕业 你给我买一件红色的什么 然后呢 就是你都一直 对我说肯定的话 你从来都 都不会否定我 他就每天 那两天 他就把握机会 一件一件事情 去感谢他 然后也说 之前你打电话给我 要不是没接 就是接起来很不耐烦 请你原谅我 然后他的爸爸过世以后 他去整理 那个遗物的时候 看见他小时候 自己的图画啦 作文 他说我幼稚园的时候 这么崇拜我爸爸 自己都忘记 自己不敢相信 对 所以这个 这本小说 也给我们 做为人子女的 不论你几岁 就是说 其实那个 对于年长的 这个父母亲 其实他们在变化 我们跟他的亲子关系 也是需要变化 还有就是说 谁敢说 明天你还能看见他呢 不如就是在今天 多一点耐性的 跟他们互动 没错 今天非常谢谢 首领优雅学院的院长 总监方林 来跟我们介绍 由太阳出版社 所出版的 《送走父母》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 是林佑佳 所演唱的 《大象舞台》 休息一下 第二个小时的 信发列车 我们一会儿见 《大象舞台》 我继续在 那么最近 你还好吗 从前满空 有个摇滚的大象 一谈 时光一去 不回来 妈妈 我的妈妈 你是学校最勇敢的人 一开始你不懂 一开始你缠络 到最后 还是决定有我 妈妈 我的妈妈 就是像你 这首歌 我继续在 一个比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